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鱼 现在我要跟大姐去挤牛奶 就是挤牛奶在电视上看过 从来没在现场看过 然后咱们也去看一看去 他们这边怎么挤牛奶 你看人家是拿着个桶装的 你们见过吗 挤牛奶在自己家挤牛奶 需要开车去 到了啊 在这里面 就这只大奶牛 现在都是机器挤了是吧 看着没有 都已经不是人用手挤了 变成机器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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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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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挤奶的并不觉得 我就是我这种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说来 爱护他 对爱护他就是 他有时候他这个乳房特别大嘛 他有时候就身体什么的 就不方便挠痒啊什么的 不像那种那个 散着的可以在那蹭啊 对对对 咱这一头奶牛就是能出多少哪一天 一天呢80斤左右70多斤吧 七八十斤 这是一吨的量 这个有现在是没几多 这个有30斤左右 30斤是租租油了 咱是一天一天一天两边 早上挤一遍晚上挤一遍 对对对 对60多年70斤 咱家养了几头这个奶牛 现在就一个 现在就一个啊 好了那个那边有几头 那个就是我们就是不是奶牛 这是本地牛嘛 那个是人工挤的 人工挤的 对对对 那人工要是挤这么些牛得挤多少时间 就这一个奶牛你要是人工挤的话 我挤的话两个小时 挤两个小时 对对对 现在咱牛奶多钱一劫 现在啊 平方三块钱 零售好像是三块五四块 那你这些奶挣这么多 自己也喝不了吧 对 那你都做什么了 做奶制品呢 做奶制品了 就是那个自己家吃的那种 那就是 外的稍微的 就是往外再卖点 啊 懂了 好现在都不是人工挤奶了 全部都是机器了 现在真的是科技在发展啊 现在要洗它是吗 对 每次挤完都得洗是吧 这奶子 一摔摔不出来 脚子必须就拿 那要不这么碰一下 嗯 就是把这个水 这里把水吸到了这个里面 对 把管直接洗干净了 洗干净之后再把这里面洗出来是吧 对 你们这个锦油奶 所有人家都是用机器了吗 还是 也不是 也不是是吧 少数 少数用机器的对吧 咱这一个机器多钱呢 这个机器三千多 哦 机器还三千多呢 你们看着牛奶馋不馋 反正我是馋了 我就知道你们这牛奶特别好喝 就是我在家里头 我妈也给订的 我家邻居也有养那个奶牛的 然后订她那个奶 就是 就我就尝着有股山 有稍微有点山味 然后就是别的味儿尝到 但在你们这儿喝的 现几种牛奶 全都带淡淡的甜味 吃的草有关键 跟吃的草有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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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他老师都感觉到那儿 对对我看他 他把耳朵就主动伸过来了 哈哈